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新家 今天我们家要通天然气 趁着这会有点空闲 我们到家里来看一下 门锁都换了 而且给门上贴了一个护盘 进来看一下 电话还是非常大的 跟我们走之前 老公现在正在 正在组装我们的小柜子 我们俩这两天跟个小蚂蚁一样 每天一麦麦花椒就到房子里 搬点这个搬点那个 这些小东西 能看到的小东西 都是我们俩这几天 一点一点一点搬过来的 等老公把这柜子组装好 让他带大家好好的参观一下 我们的新家 你会装吗 这不叫新家 这叫父王的行宫 老公这动手能力可以 从片给我装成型了 我们这洗衣机柜子 这多了这么一丢丢 刚刚买个柜子把它挡起来 然后洗衣机现在已经开始用了 洗衣机开始洗我们的床单 背套四件套了 哎呀完美这个箭制 开始开灯了啊 一二三三 哇塞 一下就有金碧辉煌的感觉了 都说了啊 这是给我父王准备的行宫 你看我父王睡醒来了 哈哈哈哈 我们呢在上一次出发东北之前呢 其实已经把家具都已经买了 看过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所以呢 经过一个夏天的晾晒 现在家里面也确实没什么味儿 那接下来就跟着我 参观一下我给父王准备的 豪华大行宫 一进门那儿呢 这就是一个鞋柜 本来呢我们是计划把这个鞋柜打通 打到那个位置的 但是因为上面是顶 当时装修公司说因为顶的问题 就没有打通 只做了这么一点点 但是呢 也够用了 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呢 就是我爸妈他们在这儿 然后从这儿开始吧 我呢 虽然是个操人啊 没怎么读过书 但是呢 书房我现在有了 未来呢 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是回到老家了 回到我们的同关了啊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室 就是直播呀 写稿啊 剪视频啊 就能在这里完成了 然后这边呢 打了一个书架 叫书柜吧 一本书都没有啊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文化纯步啊 这还是我们从东北带回来的鱼皮画 对的 这就是工作室 没什么可介绍的 然后这边还轻轻地藏了一个衣柜 就是万一万一 真的是没有学习的那个意思了 这也可以临时改成卧室 放一张小床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衣柜桃 然后请跟我来 睡着了 睡着了 这是客厅 然后呢 买了一个一加二加三的沙发 往这一放花 因为本身客厅就很大 这种沙发呢 坐的人多 也热了 也灵活 然后呢 电器也已经到了 这都是我们俩这两天 就是有点空闲就买点东西 有点空闲就买点东西 一点点 运进来的 对 电器呢 其实我们都是网购的 速度还挺快 中间前一天一买 中间隔了一天 第三天就送过来 然后 还舍得送你呢 绿植呢 是我们小多同学 在抖音上 看直播买的哟 就跟大家看直播 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 买花椒是一个道理 你看这个广告 插得到微博 这个叫什么来着 三尾葵 这个呢叫 天堂鸟 那个呢叫 秦叶蓉 秦叶蓉 然后这还放在我们的画像 这朋友送的 好漂亮 我真的觉得 它特别特别的漂亮 然后呢 就到了我们的南洋台 南洋台呢 其实我一直想的是 给这个地方放一顿小茶几 然后呢 往这儿一坐喝个茶呀 开个菜呀 然后 外面的就是我们的大秦鸟 感觉还挺好的 不过呢 就是像他们顾得上买它 悄悄摸摸的 小哥都不同意 我悄悄摸摸的买了一个花架子 没有文化 尤装的就是 两点花啊什么的 那叫什么秦操那个 陶冶秦操 最陶冶秦操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边还装了一个管线机 就是说如果在阳台上喝点茶的话 直接从这就可以接热水了 挺方便哟 然后再跟着我看这边 就是大餐厅 绝大部分情况下呢 就是父王跟母后在这里用山 就他们俩人 然后呢 就买了四个凳子 因为我跟小哥回来的时间也稍微多一点 我们平时四个人 等大哥要是回来了 给他买了胆袋 哈哈哈 这个桌子也是可以 就直接方的 可以直接变成圆的 那边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坐十个人 挤一挤 都是没有提的 反正那边也留了插座 咱们地方吃火锅啊什么的 都很方便 然后这呢 也装了一个管线机 就是全家喝水的话 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方便 虽然说还没有入住 但是看看我的酒櫃里面 看一下我们的展示柜 来开灯 哈哈哈哈 开灯开灯 展示柜里都放满了 那都是我们在各个地方玩的时候 买的一些工艺品 还有朋友送的 对 然后地面 这才是重点呢 虽然我不喝酒 但是我的酒柜也已经是满的状态了 这都是朋友送的 这个呢是我们在东北 这一次出去的时候买的那个红酒 打折的红酒 应该有朋友 还有印象 这呢都是朋友送的 虽然我不喝酒 但是呢把这个柜子打开一股浓浓的酒香 就是用来回顾人的 知道吗 哈哈哈 然后呢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北阳台 朝北的 洗衣机就安排在了这里 就不影响我的生活阳台 这边呢就是 直接一洗完衣服 一些小件的呀 临时能晾干的 就直接挂从这儿了 如果是有什么大件的 需要晒的那些东西呢 我们南阳台也是有样子的 在这边呢 我是刻意的打造了这个一个柜子 因为什么呢 我之前都说过 因为我爸我妈他们 就是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穷了一辈子穷怕的 你让他们扔什么都不扔 就前几天我们家店到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 就我站在这个地方 全都是 紫箱子落在这儿 舍不得扔 最后买了 三十八块钱 三十七块钱 三十七块八 这个柜子呢 主要用处呢 就是放一些杂物 一些的可能 扔了怪可惜 但是呢 不扔的话 放在那个地方 又特别占 地方 又影响美观的一些杂物呀 什么的都可以放在这个 包括临时来做的凳子都放在这儿 这就是 大个一家的板凳 然后 欢迎朋友们来做客 当然大家来了就不用做这个 大家来了有沙发 这个呢 是买的 也是海尔的冰箱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 空的 还没有入住 所以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们这边流行吃馒头 所以冷冻的空间一定要大 他们平时蒸的馒头 往里面一炖 要吃的时候就那样放 平时呢 我估计啊 就是 今年你给他们买一些好吃的东西 要冻到里面 等明年我们回来的时候 还在冰箱里面 这边呢 就是一个厨房 厨房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在我们这个大型工里面 厨房来讲 就是 就稍微偏小的 整个面积就会稍微偏小的 够用 够用 那肯定够用了 然后呢 包括我们的壁挂炉 我们的 这叫什么 集成灶 都已经安排到位了 虽然现在还不会用 刚才我才把气通上 明天气一到位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起来 现在都能打火了 给大家看一下 只要一开火 马上就有家的感觉了 马上就有生活气息了 双击的 不是长暗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慢慢的 你像这些个小店的 什么岸盆啊 刀啊 锅碗条盆啊 慢慢的直白它 调料格都是空的 这都是 这些都是我们俩 一天拿两件 一天弄两件 慢慢的塞满的 就是 早上直播 卖花椒 中午房间来 添置东西 然后晚上呢 接着回去 卖花椒 然后